主要就是讲院前如果遇到外伤 然后或者是突然可能破壶破掉啊跌倒 头皮大量的梳洗 那该怎么去帮病人做处置 其实一般不用特别的器材 其实大部分人也做得到这样子 它不是一个很复杂的级续种 那美国其实也是算是引用这美国的课程 那美国就是依照这个教材 对一般民众做推广跟教育这样子 所以其实一般民众也做得到 刚刚提到的第一个是要注意现场的安全 自身的安全 然后要通报 就是预训协作 因为这都是初步组织 如果要更缺世的医疗的话 还是需要有医疗协助 所以通报完之后才去对病人做处置 那就是要有干净的医务 其实就可以对伤口直接加压执行 就可以了 如果已经有点昏迷的话 其实刚刚讲的就是要求救 就是要有19人员要更多的资源介入 不是自己一个单打独斗 那如果已经出血 发现有流很多血的状况的话 还是一样就是拿干净的衣物 对伤口直接加压 就会有效果的落差这样子 所以也不建议民众直接 就是判断说他是不是已经需要 做CPR这种进行的救治 如果外伤的出血持续在进行的话 其实会建议先以出血为助 但是如果有余力 或者是有更多的人可以协助病人做CPR 或其他的保释 急救还是可以进行这样子 所以确实如果遇到昏迷的病人 会稍微比较负责 不过如果就民众处置上有把握而言 就看比较愿意做哪一个 其实都尽量去处置 然后刚刚讲的最重要是要连入19 19会再协助民众做进一步的判断跟处置 这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